好 魯明哲委員 提議吳東謙委員 好 謝龍謙委員 推舉黃國昌委員 還有沒有 還有 還有沒有 好 好 總長你協商一下嘛 總長 他們都很協商啊 好 好 我們 推舉吳東謙委員為召集人的請舉手 1 2 3 4 5 好 那我們全數推舉吳東謙委員擔任召委員 謝謝國昌委員簽了 好 我們 掌聲通過 好不好 通過了 好 來 可以吧 中謙委員 就是你喔 謝謝 謝謝 針對本次會議做以下的決議 1 成立立法院交通司法 及法治委員會 進電視深色 及後續閉案爭議調查專案小組 並通過小組運作要點 2 2 推舉吳東謙為小組召集委員 吳中謙委員 吳中憲委員 吳中憲委員 委員小組召集委員 本次會議是要含之同傳會 3 本次會議決議 含之同傳會 謝謝主席 那這部分可能要麻煩其他的立委學長們 條文的部分可能要看清楚一下 因為不是說要去調閱偵查中的卷宗 你不能把它狹隘只是局限在 說你今天調閱資料跟偵查卷宗有關 因為本來就不會去調閱 因為法律 我們這次法律的修正 就不包括那個部分 所以不要再刻意帶風向說 我們要去調偵查中的卷宗 違反權力分立 根本沒有那個事情啦 相關的資料在行政機關 或者是民間企業都會有 那我們調閱依法 我們就不能調閱偵查中的捐證資料 所以從頭到尾這個都不是個議題 所以千萬不要故意把風向帶到那邊說 我們要侵害檢察官的職權好不好 謝謝各位 我雖然是拆交 但是在交通委員會 我已經參加過三次的聯席會議 可是我去查一查 他們有沒有宴會的交付啊 就是召集人互相的這些尊重 但是聯席會議其目的 其目的只是大家集思廣益 只要超過半數當然就可以去做 至於牽涉到法令所規定13條的這些有關規定 當然最後委員會聯席會決定以後 他去報宴會 這個也是過去傳統是這樣做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同仁也一直在講 現在在四線 各位 我不是法律的 但是最起碼的話 總統公佈以後 昨天就生效的東西 那現在四線是歸四線 但是我為什麼不能去做 所以這些啊 我在想我們各位同仁 但是 劃條如何去調 我贊成 大家集思廣益去推 但是我還是希望 今天的會議是有效的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 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也因此 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 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株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經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